铸鐵鍋鬆餅 粉絲 對啊 你才幹什麼 是不是這樣會不會有點粉紅氣泡 哪來的很紅氣泡 歡迎收看今天的有人來亂 有沒有發現我今天站得比較旁邊 我們今天有人來亂主角是誰呢 那我們歡迎如子 嗨 好久不見 已經在下面等很久 為了這集我從這邊開始準備 擦點口紅之類的 為了你 做一個非常簡單的鑄鐵鍋鬆餅 這麼少女人是很... 對啊 超級簡單 你這樣成敗都看我嗎 對我們交換位置 來第一步 打發 忽然想到鑄鐵鍋的部分呢 要先放烤箱 大概烤個十分鐘 讓它整個是熱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一開始先加糖呢 怕它濃度太高 然後就慢慢糖 所以我們糖大概分個兩三之下 這個大概找到個七八分發就好 接著我們就把鮮奶油 對 低速就可以了 然後香草精 香草精可加可不加 一個味道而已 然後鮮奶 稍稍的把這個東西拌勻 我們再加入過篩的滴粉 但是你要幫我生一個刮刀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拌均勻 這個大小可以嗎 只要你拌得均勻 什麼都可以 鹽要加嗎 好 這樣一點點 加一點鹽的目的是 不要這組吃起來那麼的死膩 拌均勻就好了 你身上有很多 有的沒有的 大飯都用不到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 奶油 放到我們的鑄鐵鍋裡面 這是什麼 我到底在幹嘛 這是什麼 好 這是什麼畫面 快一點 是不是這樣會不會有點粉紅氣泡 原來你是我 好像不會 奶來的很好氣泡 好像不會 好 我們就趕快把它放下來 我們需要點水果 我有準備 可以 這個 或是這個 只有這兩樣有點空虛寂寞 還有其他的嗎 這個 好 我們要一個黃綠紅的搭配 好 趕快來試吃 你們兩個很不敢下手 來我們看一下做這個最怕什麼 然後底部燒焦對不對 他們底部很像布丁這樣的顏色 這邊是Q的 然後薄邊是脆的 然後底部又是Q的 喜歡放什麼水果就放什麼水果 當季的只要是當季的都可以 裡面綿密很像蛋塔的那種口感 可以配香蕉一把 重點是香蕉 所以今天的有人來亂成功 我們來看看 還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等一下 我們下一個 給你看 和我們下次買 我們下一個 這個奏